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然后后来就出了一本书 因为那一篇后来才有长出一本书 但那一篇就有一个金句很红 就是爱无能的世代追求独立完美的自我 却无能维持关系的一代 她在讲的是Michelle她在讲的事情是 她自己就是一个年轻人 她那个时候也二十几岁 然后她看她自己跟她的同侪 她觉得他们都爱无能 因为想要保有那个独特的自己 所以当关系出现问题的时候就直接不要 那她在讲的一种 其实一种是消费主义影响到了我们的关系经营 那什么叫做消费主义影响关系经营 就是因为大家都知道 我们现在买东西很方便嘛 然后如果东西坏了 我们第一时间不是修它嘛 就换一个啊 因为修真的是太麻烦了 而且很多大厂家也就是 如果你在保固期内 她也不帮你修 她就直接换给你 因为修真的是成本太高 所以我们这种模式久了 我们就会把它带到我们的关系里 就是有一种 如果认识新朋友成本很高 然后要维护她很难 那我干脆换一个好了 对 那反正因为点开交友软体也好 或者打开社群网站也好 全世界的朋友跟你连结 对 可是这就会回头影响 伤害到我们经营关系的能力 这个逻辑其实是大体是合理的 那我当年也 我记得我书品也导读过这本书 对 对 然后我也很惊艳 可是五六年过去了 我觉得这个现象 我觉得还可以再讲得更细致一点 好 那我刚刚为什么 一开始在开头的时候 跟大家说 我有个朋友中招了 我现在就用这个朋友的故事 在让嘉玲做进一步的拆解 我这个朋友是这样子的 他还蛮会念书的 然后基本上就是个乖乖牌 爸妈说大学毕业之前 不要谈恋爱 他就都没有谈 所以他在接近三十岁的时候 就遇到一个很喜欢的人 然后谈了恋爱 过了热恋起之后 他才发现 天哪 恋爱怎么是长这样啊 为什么 怎么价值观啊 生活习惯通通不一样 还有生涯的想法 他就会跟我说 他怎么可以觉得 他以后可以怎样怎样 他都没有考虑到什么什么 就是这样 他就会冷战啊 吵架 那后来我朋友就真的深深觉得 他不是去想说 我可以怎么沟通或处理 他是深深觉得 为什么我要因为有一段关系 让我的人生有这么多的牵绊 他会觉得有伴侣就等于 我个人的选择跟可能性 受到限制 所以他就跟对方分手了 然后他分手之后 他就很开心哦 他把自己过得很好 然后他就对感情 就是有一种不期不待 就不用受伤害的心情 然后他就常常自嘲 我就爱无能了 反正我这样子 我觉得蛮多人都这样子耶 对 他就是这样 然后但是因为 就是七八年过去嘛 他年纪变大了一点 他自己的归因啦 他觉得可能年纪变大了 然后脾气好一点了 这个时候再遇到一些 可能想相处的人 但是又遇到不认同的事情 他发现自己有点不一样 他觉得 就算聊不认同的事情 他还是可以跟人好好说话 而不是就直接吵架或冷战 没有需要太自我证明了这样 有可能 然后他就是觉得 就是年纪大跟脾气温和的附加价值 就是 我会不自觉的降低 口语上的擦枪手握我的机会 所以就会保留住某一些关系 所以他就用现在的角度 回想他当年那一段关系 说不定当年如果可以好好说话 就可以维持下去 但因为我朋友也不可能去 找回他当年那个 初恋情恋 对去核对啦 反正他现在就是觉得 错过就错过了 反正他以前觉得自己爱无能 他也不觉得怎样 OK 你觉得他在三十几岁的时候 是真的爱无能 爱无能给他一个答案 就不用思考了 还是就是他真的不会爱 我是不好意思这样子戳他啦 但就是 就是我有 我记得我有一次 是后来他现在比较成熟 我有问过他这个问题 然后他就还是讲干话啊 他就说 啊我那时候就这样啊 你那时候 你那时候如果要比我谈恋爱 我就会说 我不只爱无能 我还信无能 我告诉你 他就是不要 嗯 对 我觉得 就是网络的世代 会有很多新的词 出来 那新的词 好处是很容易 让我们标定自己 可是有的时候 也会让我们限制了自己 比如说 我高敏感 嗯 当我贴了自己 一个高敏感的词 我是真的真的 懂高敏感的意思呢 还是 我其实是不想要学着 怎么跟人互动 然后反正我贴了一个词 之后就 这件事跟我无关 或者是 我也给自己一个 很好的理由 不要再去思考这件事 嗯 我觉得这里面很多的 空间 我们可以想一想 是 是 那 嗯 我回到爱无能 我当年会确实 看比较年轻一点的朋友 说我会觉得 对啊 怎么谈美两下 就吵架 就说不要了 就不要了 这样子 好像小朋友 现在比较多选择 就比较不珍惜 我有那时候 我承认 我可能有这样子的看法 嗯 可是我经营 就是 经过比较长的时间 我觉得 并不是现代的人 特别不会爱 嗯 怎么说 应该是从古至今 都不会爱 只是 前面讲的那个 那个Michelle 讲的是说 她说什么 我们在追求独立 对对对 完美的自己 独特完美的自己 对 却无能维持关系的一代 好 我想要重新定义 这句话 意思是 我不觉得 现代人比较不会爱 可是现代人 对一份关系的 要求比较高 嗯 我们父母亲 或更 过去的一代是 反正两个人在一起 不要谈什么 爱不爱的啦 吃饱就好了 嗯 有人可以一起生活 有个屋檐可以一起住 不会参风露宿的 这样就很好 嗯 对吧 所以那个时候 你说他们就比较会爱吗 嗯 我相信你看你爸妈也不觉得 可是他们的关系比较久 嗯 他们的关系比较久 不是他们比较会爱 只是他们 比较不care 关系品质不好 这件事情 比较无感是不是 对于关系品质 比较 没有感觉 对 对于就是两个人在一起 有没有开心 这件事情 比较不care 这件事 因为生存的压力比较大 对 这种需求就低了 嗯 好 但是现在 因为我们没有生存压力了 嗯 比较小了 所以我们对于 关系的期待就比较高 当期待比较高 难度就变高 这很合理吧 是 所以我觉得 当我们现在 容易在关系里 看到我们觉得不舒服 不是我们退步了 而是我们进步了 哦 所以我们才会觉得 哎 这是需要谈一谈的 这是需要处理的 而不是大家就压在那里 不要去理他 嗯 这是进步 嗯 只是这样的进步 会有三个副作用 哦 三个副作用 哦 是什么 是什么 三个副作用 就是 第一个副作用 就是 现在 我有没有办 跟我会不会爱 是两件事情 哦 真的 我们以前 到现在也会嘛 有没有办 就等于你会不会爱啊 对啊 你没有结婚 你是不是有什么问题 之类的 但是 其实我不觉得 这两件事是 一定要黏在一起的 就是 任何一段关系 都是给承诺嘛 承诺进去之后 每一个阶段都 要遇到的考验不一样 对 因为人会变 人会变 会成长 我拿我自己为例好了 我年轻的时候 真的比较容易 进入一段关系 嗯 比如说 当年 嗯 反正只要长得还不错 学历还行 讲话还可以对得上 然后他的工作也还行 看起来人格没什么微长 是 就可以互动啦 哦 对不对 就可以 嗯 可以 可以暧昧一下这样 就是会有一种 呲的电流的感觉 对对对 你觉得就可以了 然后反正进去之后 反正也没有多认识这个人 反正就觉得 前面这些东西可以就可以 进去之后再敲嘛 嗯 你现在在敲嘛 是是是 有事好敲 就觉得相爱了 就都没问题 对对对 一定可以敲 以前都真的会这样想 现在 你说我 要这样子进去一段关系 然后因为 呲 然后外面条件还行 我就直直进去 没有办法 完全没有办法 你是说你现在的 年纪吗 对 当然别人现在也不会想要我啦 这也有可能 你干嘛这样子 自别身价 这是双方的啊 不能说我挑别人 别人 不会挑我啊 好好好是 但如果你说我现在要进到一段关系 我会care什么 前面那些我可能还是会care 可是我还更care一件事情 就是 他情绪稳定度到哪里 他情绪承受度到哪里 是 请问他想一件事可以想多远 对我来讲 对别人不一定 但对我来讲 如果他永远只能跟我谈表面的事情 我可能也会很痛苦 我就会 没有办法 你讲到这边应该打退一票 想要追求你的人了 没关系我不介意 就是 就是因为我会知道 这种事情 他不会突然有一天就长出来 就是我不会因为跟他在一起之后 他就忽然之间情绪很稳定 然后他的思考变得很周延 然后可以很缜密 然后还可以层层推进 是 是 没有办法 这件事情没有个四五年以上 是长不出来的 所以 我清楚我现在 也没力气再陪一个人讲 这个过程 所以我就不会想要随便进去 对吧 我不会觉得 这件事情很容易 或者我也不想要 对一个人有这些期待 然后我自己也会受伤 但如果从这个 我刚刚的这个前面来看 然后再回去看爱无能的定义 追求独特完美的自我 却无能维系关系的一态 我很符合 因为我追求一个独特完美的自我 是 可是你其实很会爱 可能吧 我这样听起来 我觉得你比较想在讲的是一种 开放式单身的状态 什么是开放式单身 你又造了什么词 我自己创的不行吗 开放式关系还不够复杂 就是 就是 我现在单身 但是我很会爱 欢迎有愿意挑战的人 不要 不要 我没有要 好好好 我这样很好 好 回来 我觉得要讨论的事情是 我们会不会因为 知道自己要什么 所以我们不愿意妥协 不愿意妥协 跟完全没办法经营感情 是两件事 但是我们贴上一个爱无能的这个标签之后 就是我们会分不清楚是我不想妥协 还是我真的没有办法修复关系 还有面对关系冲突的能力 这是两件事 我从不怀疑我可以面对冲突的能力 是 我觉得这个能力我做得很不错 可是我很清楚我不会妥协 懂 懂 其实聊到这里啊 我真心觉得我朋友他是有能力去具备出这个爱的能力啦 那只是他当年真的没有准备好去妥协掉某一部分的自己 他没有好好的准备去爱 他不一定要妥协 我刚才讲的事情是可以不妥协 可是你要有修复关系的能力 对 他就是觉得妥协了 有点有损到他的自我 他就整个不要啦 好 总之呢 刚刚那个就是 我现在没有办不代表我不会爱 这是第一个副作用 那第二个呢 第二个副作用就是 就算有能力去爱 我们要知道的事情是 我们的标准提高是对的没有错 对 可以提高没有错 是 可是不论你有多少能力 无论你有多优秀 或你的伴侣有多好 一旦你进入爱情之后 不会只有爱情 一定是会有伤痛的 会有痛苦的 爱跟伤是一组的 嗯 然后我们所有的前进都要在 很多痛苦的磨合里头 往前走的 然后沟通能力再好都会有 沟通不来的时候 磨不过的时候 一定会有失望跟遗憾的出现 对 所以当你进入一段关系啊 除了去经营感情之外 有一个能力是一定要去慢慢修炼的 就是我们怎么消化我们内心的失望 失落还有遗憾 OK 这个东西可能跟他是不是好人 无关 而是我们终将一生要去面对一件事情 是有一些事情是我很清楚 我很需要 可是我很明白 有可能我这辈子真的会没办法去得到了 嗯 这个东西是一定会在中年的时候发生 就是我无法期待另一个人 可以100%全心全意的爱我们 但我们在年轻的时候都会有这样一份渴望 或者是我讲的远一点 我们在年轻的时候都会觉得 哎 我有一些理想 有些梦想 说不定是有可能的 对 可是当你到中年的时候 你会明白一件事情 叫做有一些事情 可能这辈子真的没有办法去做 嗯 可是那跟你优不优秀无关哦 你可能还是社会成就很高 是 但是你会明白有一些事情 是真的要放下了 如果一直把它扛在身上的话 你会对自己很严格 嗯 然后你会一直对自己的生命很不满 你必须去明白 有一些事情 可能不是你能力可以做到的 那我们就必须能够去接受这一份失落 我的人生有一块 真的真的没有办法去达成的 嗯 对 那个心情会有一点点像 嗯 那会不会是我可能意识到自己有这个 需要去承受失望或失遗憾的这个过程 它也是想是一种在爱里面边做边学或边学边做 当然当然当然 爱是一个它是一个在实际过程里头体会跟学习到的 也不是说哦你你都爱了 你都学会了然后才进去 不太可能 我们不太可能真空会爱这件事情 对 我们都是因为被爱过 对 然后去爱人 然后在过程会有辛苦 会有一些挫折 然后再继续 对 对 明白了怎么回事这样子 对对对 哎呦 其实杨老师啊 这真的很难耶 你不要说我朋友啦 我以前也会觉得 啊为什么我不能感情里面只要甜蜜不要苦 嗯 但是正因为我们有这样子的期待 反而会卡住我们去经营关系 甚至让这个关系更有深度对不对 对 所以我们来讲第三个副作用 是第三个副作用 我觉得你觉得能够去建立一段关系 可以暧昧可以吃饭可以约会的关键是什么 前提大前提 关键哦 我觉得对方要看得入眼 好啦 我故意讲错的啦 那是外貌协会 那我觉得真正的根本本质是讲话啦 要能够讲得来啦 是 嗯 好 那约会可以好好讲话 那住在一起呢 哦 住在一起之后 你知道就会很不知道为什么 就是两三句就会觉得对方在刺我 或者是两三句就觉得 为什么你要对我生气这样 就容易擦枪走火 口无遮拦啊 是 所以在关键里面口湖遮拦的时候 我们都常常觉得我们不爱了 对不对 对 我们 我们 他不是个对的人 对不对 他是个坏人 对不对 对 我觉得他不适合我 其实不是 正是因为你爱他 真的 你才会对他有那么多的期待 想象跟投射 真的 当我们在关键里开始出现一些 其实我们不喜欢的状态的时候 我知道很不舒服 因为意识层面上就是一直吵架 对啊 可是其实那表示疑情完成了 因为我愿意对他投射是吗 其实某种程度是 就是我们开始期待用我们父母亲的标准 或我们那些失落没有得到过的爱 放在另一个人身上 嗯 当刚开始谈恋爱的时候 其实这个疑情还没有完成 你知道吗 就是 你是说还会在对方面前 维持一个很好的样子 对 其实我们都会觉得那比较爱 对不对 我爱你 所以我要维持 其实如果就心理动力来讲 那时候你还把他当一个外人 哦 等到他真的进到你的生命里的时候啊 你才会把你很多坏的东西 很直接的东西 对 会丢出去 嗯 对 可是因为我们都会有在过去没有 就是处理好的一些东西 我们会渴望 但我们没有处理好嘛 所以我们就会把他放在对方身上 希望那些当年父母亲应该爱我们的方法 希望从另外一个人身上再复原 对 对 可是没有 嗯 嗯 你觉得伴侣应该怎样 好 你可能你爸爸当年有做到 或你妈妈当年有做到 或当年他没做到 反正你总之就是有各种期待 是 而你的伴侣也没有做到的时候 我们就会有攻击性 嗯 然后我们就会有很多的攻击 假设 假设他是不爱 更觉得你应该 之类的 然后我们就会互相互相投射 一大堆有的美的东西 嗯 所以互相攻击是这样子来的 是是是 所以 我会觉得 我会觉得爱无能 这个词我们要小心用 有可能是我们太早 就是因为在关系里经验到 第一个我们的标准提高了 然后再来爱跟伤势同一组 然后再来就是会有很多的投射会跑出来 会有很多的 你处理不来的坏的情绪会丢出来 丢到他对方身上不是他是坏的人 正是因为他 你觉得他是一个可靠的人之后 你才会开始丢在他身上 明白 而这些事情其实确实会让关系变得很复杂 嗯 那变得很复杂的时候 当我们没有意识到这里面的 呃 这需要还要再往前学习的时候 我们可能这时候贴一个爱无能 然后我们就可以离开了 对 嗯 对 对 却没有发现 其实这里面有很多很多可以练习 嗯 练习哪些敌意跟攻击性是我们自己的 哪些是他的 嗯 然后明白 哦 其实有的时候先把那个善意讲清楚 好好的说话 哎 说不定关系还能继续维持下去 嗯 然后才有可能留在关系里 有真正好的深度的关系 继续修炼 对不对 好 那我觉得其实 从我朋友的例子来讲啦 他如果当年没有分开那段关系 我真的也不知道他们现在会修炼成什么样子 那我觉得感情里面最可惜的事情就是 我好爱好爱你 可是我的嘴巴一直讲的话 就是一直在破坏那个关系里面的安全感把人推远了 那今天呢 呃 我们透过跟杨老师的对谈 帮大家理清了 如果你想要拥有一段深度的关系 一定要记得今天的干货就是 第一个你现在没有办不代表你不会爱哦 还是值得继续去 呃 认识新朋友去经营 那第二个呢 就是要认清爱跟 爱其实是苦跟甜 交错进步 交错前进的 不可能 不太可能只要甜的 不要苦的 那第三个就是爱无能 它不是问题 也不是天生存在的 你只要愿意 你要让自己有机会待在爱里面 你才能够去认出自己的敌意跟攻击性 然后一直持续的去跟人好好说话 其实你就是在付出爱 表达爱 让自己有能力去爱 那关于这部分的学习呢 其实我可以跟大家预告一下 期待一下凯宇老师今年年底的 压箱宝课程 现在已经年底啦 就是直接告诉他们 我们12月18号 凯宇老师的新课程 我想跟你好好说 这门课我其实觉得 如果你真心希望有一个深度的关系 或是不管你要不要谈恋爱 但是你很希望在关系 你是有跟人可以有安全感 好好的说话 这门课真的真的都会给你很大的养分 让你真的去说出 你真正想说的话 你真正的心意是什么 然后你跟对方在关系 都会有安全感 再加上时间 你们想要的深度关系 才可能会出来 是 所以大家记得哦 12月18号先设好闹钟 然后第一时间就马上首刀加入 就可以参与到我们的找鸟家咯 是 最后我还是想要再补充一下 就是当初依璇叫我谈爱无能 这个词的时候 他一直希望是 希望说大家 这个世代是爱无能 可是我跟他说 我不想要这样子看这个世代 我只是想要告诉大家 经营一段感情 本身就不容易 没有哪一个世代很会谈感情 是 前面的没有分手 没有离婚 不代表他们比较会 他们只是没有选择 最后那一个动作 是 但是有可能也是逃避 对 我们比较常选择分手这个动作 不代表我们就比较不会 是 可是我们都渴望着在关系里有一份好的感觉 那这份是 这件事情是 他需要刻意练习 他需要有人带领你去告诉你 关系有一些变化 关系四季有很多的风景 看得懂这些风景 我们才能留得下来 所以12月18号 凯宇的星客 我想跟你好好说 我觉得 我自己听了很惊艳也很感动 那鼓励你们现在就可以到官网上去收听 第一讲免费试听 好像一之一跟一之二都有开放 应该有了 应该有了 那去看一看 课程的这个介绍 是 是 好哦 那我们今天先跟大家聊到这边 期待下星期空中再会 拜拜 拜拜 拜拜